中国的跳水队曾被称之为梦之队 期间诞生过许多优秀的运动员 就比如福明侠 萧海亮 周旅星等等 这其中有两个最为闪耀的 那便是跳水女王郭晶晶和跳水王子田亮 不仅如此 两人还有过一段爱恨情仇呢 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带着疑问走进今天的视频 看看跳水女王郭晶晶的传奇人生吧 郭晶晶1981年出生在河北宝定的一个普通家庭 爸爸是在铁路工作的 而妈妈是一名工厂的工人 郭晶晶之所以接触跳水 完全是因为郭爸和郭妈 想让跳水的女儿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都说无心插流柳成荫 原本无意间的一个举动 却造就了郭晶晶传奇的一生 更是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奥运跳水冠军 我们都知道运动员的生活十分艰辛 可郭晶晶的运动员生涯 比一般人都要坎坷一些 小时候因为她的膝盖骨会外突 为了不影响她在空中跳水的造型 郭爸不得不强行给她压腿 每当这个时候郭晶晶都疼得汗珠都掉了下来 郭妈妈一度想要让女儿放弃跳水 可郭晶晶却坚持了下来 郭晶晶在河北省集训队的时候 她的母亲在下班时间就赶去训练基地 看着她吃饭睡觉 一切结束后才离开 经历了将近十年的跳水训练中逐渐成长 终于在她15岁的那年 等到了一个机会 可是因为出师不力 连续挫败两届奥运会 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和比赛 让她的身体开始频频地给她亮起了红灯 可在郭晶晶的眼中 却没有看到放弃两个字 看到的只有对于奥运金牌的渴望 苦苦等待了11年的她 终于在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 迎来了属于她自己的高光时刻 在雅典奥运会上 她荣获女子单人三米版的冠军 不仅如此 还获得了女子双人三米版的冠军 要说最没经典的一幕 那必须是北京奥运会的那一次 当时面对俄罗斯名将帕卡琳娜 和吴敏霞的双重压力下 完全没有一丝紧张 只见她准备好之后高高跃迹 在半空中 轻松地完成了三个高难度动作 最后仿佛化身成了一个 绣花挣扎进水中 现场可以说是几乎无水花 这样奇迹般的跳水 让全场观众都震撼了 最终凭借这完美的一跳 成功夺得冠军 满载而归的她 在2011年的时候 正式宣布退役 就这样 郭晶晶为自己坎坷的运动员生涯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运动员生涯坎坷的她 在感情上也是十分坎坷 当时郭晶晶在对立的时候 与田亮还有过一段虐恋 两人是因为跳水而认识的 当时两人都是作为重点培养的对象 因此便一起相互加油打气 更是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当年他们两个甚至还被誉为 亮晶晶组合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 两个人就这样 在艰难的训练生活中 逐渐互为彼此的依靠 而爱情这颗种子 逐渐在他们的心里萌芽 随后两人便走在了一起 这两人一度被誉为 体育界的金童玉女 平时训练的闲暇时间 两人也会像普通小情侣一样 出门吃饭 在郭晶晶的生活中 她会主动地担任其 照顾田亮的责任 可人类的感情往往是脆弱的 在两人谈恋爱的时候 田亮和绯闻女友 廖建林纠缠不清 三人就这样 陷入到了尴尬的三角恋 可田亮对此却是并不在乎 甚至还公开说出了 自己与郭晶晶的关系 我对她并没有触点的感觉 她也不是我女朋友 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这让人窒息的一套说辞 简直就像是刀子一样 扎进郭晶晶的心 甚至还是刀刀剑鞋 对于田亮的无情 郭晶晶勇敢地在媒体中 正视了自己与田亮之间的关系 郭晶晶曾说过 我与田亮是一起长大的 对她算是比较了解的 我和她的性格上完全不同 她从小就是特别有主见的 知道自己要什么 是个会规划的人 当时我想她可能已经决定 要开始走不同的道路了 所以她选择离开 这样看来 两个人之所以分开 更多原因是因为性格不合 当田亮与叶一倩结婚后 有人问起田亮 当初为什么没和郭晶晶在一起 对于这个问题 叶一倩仅仅用了八个字 便总结了田亮和郭晶晶 十一年的恋爱 友情之上恋人未满 都说在事业上 有所成就的人 在感情上也不会太差 在郭晶晶的每场比赛中 都有一个男人 在默默地举着相机 记录着他每一个比赛的动作 以及每一个夺冠后灿烂的笑容 这个人就是霍振廷的儿子 霍启刚 在香港 霍家的社会地位和李嘉诚家族 可以说是一样重要的 出生就是富二代的霍启刚 并没有因为险恶的家族背景 而放弃努力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牛津大学 霍启刚在毕业后 也没有选择进入家族企业 反而是和朋友 合开了一家企业事业顾问公司 因为霍振廷是香港奥委会的主席 因此霍启刚 常常借着爸爸职位之变 扮成郭晶晶的粉丝 到赛场上为他加油鼓励 除此之外 更是为了能够引起郭晶晶的主意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其实是在跑马拉松的时候 刚好两人都掉队了 索性就互相结伴而行 后来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 随后两人便在一起了 2011年 郭晶晶退役的时候 大家都在猜测 他们会不会结婚 可此时 郭晶晶却选择了出国进修 直到第二年 两人才算是定下了婚姻大事 在他们两个人的恋爱中 郭晶晶一直是很清醒的 大多数时候 都是霍启刚追着郭晶晶跑 尽管从定爱到结婚等了八年 但二人之间 却是实打实的真感情 在提起自己的太太郭晶晶时 霍启刚总是满面笑容地说 我是郭晶晶的老公霍启刚 可以说不是霍家选择了郭晶晶 而是霍启刚选择了他心爱的女人 不知不觉 霍启刚和郭晶晶 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郭晶晶也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回想起当时两个人 在婚前交往的时候 大多数人 对于他们两个的恋爱关系 还是有着颇多的质疑的 可是时间往往是最好的证明 八年过去了 霍启刚与郭晶晶 鲜少传出负面新闻 在镜头面前 也都是朴素而温馨的画面 两个人既不炫富 也不沾花惹草 如焦似漆的他们 算得上是豪门婚姻中的一股清流 好了 以上就是跳水皇后郭晶晶的传奇人生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